那他簽你的時候你有稍微害羞一下 就是 就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大哥哥啦 好實說 這個答案是你不是CP 這樣他會開心嗎 你不是在拍戲嗎 男友力 你們不是CP嗎 對啊 對對對 但是他在我眼中 也剩下一個大哥哥的一個角色 就是 因為他也比我高嘛 大哥哥是這樣子 那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你可以接受嗎 有小鳥依人 我願意當他的小 我願意當他小鳥 我願意就是這樣子靠著這樣子 真的太開心了 就是 我其實還是會有點緊張 因為隔一年 然後這次新專輯所有的歌曲 因為我們算是有編排不太一樣 跟以往就是唱笑容的感覺 所以跟BAM啊 然後舞台設計啊 所以其實在唱之前還其實是蠻緊張的 但是大家的熱情 讓我覺得 越唱越過癮 然後甚至到最後都有點不捨的感覺 哎呀 好像可以再多唱幾首 那風澤哥這麼多 感覺今天好像有點唱的不是很過癮 對就是我原本想說 因為我很久沒有唱二十多一首 就是因為之前歌舞劍情 我只能唱五六首 因為習慣五六首 我想說我待會兒要出力 我要省一點力好了 等到後面 後面發現我好像越來越有力耶 對 我就啊 早知道再多放幾首歌曲這樣子 就是 但我還是覺得很滿足啦 因為有唱到舊的歌啊 然後融入到新專輯 所以很開心的一個夜晚 覺得很成功 然後我覺得歌迷也非常非常的給力 然後零九還來幫你站台對不對 幫你站台 你有沒有感覺很快 對就是 你知道人生很矛盾 就是跟舞劍情表演的時候 或者跟九澤的時候 就會有時候想說 啊 我也想要自己來唱自己的歌 就是 然後自己唱的時候 又想念舞劍情跟九澤 就是永遠很奇怪 所以 因為而且他那一part 音樂一下的時候就覺得 哇 就是 像我在台上說的 有一種安心感 就是因為我們 太常一起表演了 就是 一個眼神都大家知道 要做什麼 所以那一part對我來說 好像 很溫暖啦 又回味了很多 當初我們 第四相見那個演唱會的感覺 那他牽你的時候 你有稍微害羞一下嗎 心動的感覺 就是 就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大哥哥啊 老實說 這個答案是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叫他會開心嗎 你不是在拍戲嗎 男友力 你們不是CP嗎 對啊 對對對 但是 他在我的眼中 也算是一個大哥哥的一個角色 就是 因為他也比我高嘛 大哥哥是這樣 那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你可以接受嗎 有一個小鳥依人 我願意當他的小 欸 我願意當他小鳥 對我願意就是這樣子 靠著這樣子 其實我 真的不太清楚 然後因為我覺得 感情的事情很多時候是 有兩個人 自己 對 最清楚嘛 那 像 我覺得如果 他 想分享 我當然會傾聽 但我們也不會 多問或什麼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 立場 做什麼樣子的 一個 所謂的判斷或什麼 所以只能 祝福雙方 一切 平安 然後 未來一切順利這樣子 集會 上方 i 集會 овые 小鳥 在一起